有一种恐怖电影叫做科幻恐怖电影 还有一种恐怖电影叫做克苏鲁 而今天我要说的这部电影 就是将两种恐怖元素相结合的怪物恐怖片 来自2016年最下饭的虚空意见 兴许可以让你多吃几碗 故事发生在一个郊外的猛场 男人惊恐地跑出屋外 一个女人紧随气候 却被身后的歹徒一喷子打倒 看着倒地的女人还剩下一口气 残忍的歹徒又将汽油浇在她身上 直接一把火将她活活烧死 两人开着车继续去追杀逃走的男人 却浑然不知一个神秘的白袍人注视着一切 与此同时逃走的男人来到马路上 刚好被巡逻的警察阿伟发现 看着他身上有伤 阿伟立刻将他送到了最近的医院 因为不久之前发生过火灾 这座医院即将搬迁 所以只有一个医生和三个护士之情 病人也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 其中护士阿珍还是阿伟的妻子 但两人因为失去孩子 感情已经处在了破裂的边缘 几人刚把男人送到病房 他就表现得非常激动 医生只好给他注射镇定剂 从身上的证件得知 受伤的男人名叫卷毛 阿珍还在他的身上发现了针口 显然是个瘾君子 但他具体经历了什么 他要等镇定剂失效以后才能什么 可不久之后 从卫生间里出来的阿伟却看到了苦苦的瘾 病房里的女护士竟然用手术刀刺穿了病人的眼球 女护士缓缓转身看向阿伟 又开始挽起了自残 阿伟警告他放下手中的手术刀 可他却直接冲了过来 无奈阿伟只能选择开枪 枪声引来了其他人 看到屋里的惨状 实习护士被吓得失声尖叫 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众人后 阿伟便冲进厕所狂吐了起来 作为一名惊艳丰富的警察 他也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画面 等阿伟从厕所里走出来 医院里却出现了另外一名警察 原来老迪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调查农场的凶杀案 他怀疑就是逃走的卷毛所为 于是就把他靠在了病床上 接二连三的命案让阿伟不敢有丝毫懈怠 决定立刻将此事进行上报 可当他来到医院办公室拨打电话 却发现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阿伟只好来到警车上 用车里的对讲机联系 可奇怪的是 对讲机也同样没有反应 就在这时阿伟突然发现了 最开始出现的那个白袍人 他警惕地上前询问对方在这里干嘛 不料身后的灯光莫名熄灭 白袍人二话不说就冲过来 一刀就刺中了阿伟的肩膀 等到他好不容易挣脱开来 起身又发现周围出现了更多的白袍人 如此诡异的一幕下的阿伟赶紧返回医院 好在伤势并不是很严重 然而他们丝毫没有察觉 因为白袍人的到来 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被唤醒了 一只怪物竟然从女护士的尸体里钻了出来 突然一声尖叫传来 众人急忙顺着声音赶过去 原来是那只怪物正准备袭击被靠在病床上的卷毛 老敌直接开枪射击 但却没有丝毫作用 阿伟见状赶紧上前 用力踹断病床上的钢管 成功把卷毛救了下来 接着又迅速关上了房门 眼下医院里出现怪物 而外面又有白袍人 众人彻底陷入绝境 可就在他们束手无策之时 一对父子突然扛着猎枪冲进医院 他们正是最开始追杀卷毛的呆人 卷毛意识到情况不妙 于是迅速将孕妇挟持起来当成人质 阿伟试图控制住局面 但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眼看双方僵持不下 医生缓缓接近卷毛 试图劝解他放下手中的匕首 没想到这个举动反而激怒了卷毛 他举起匕首一刀就刺向了医生的脖子 也就在这个时候 孕妇的爷爷瞅准时机 一拳将卷毛打晕了过去 可众人都没有察觉到 那只怪物已经从病房里跑了出来 倒霉的老敌当场被怪物拖走 阿伟率先扛着消防斧追上去 结果却被一巴掌拍飞出去 幸好那对父子及时赶到 一枪打爆了怪物的脑袋 为了以防万一 两人又扛着消防斧进行抖刀 直到怪物彻底没了动静 整个过程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显然这对父子知道些什么 只可惜没能救下老敌 而刚刚被刺中脖子的医生也引恨西北 完事后的老肖父子又来到大厅 准备对陷入昏迷的卷毛动手 阿伟赶紧将他们拦住 并且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老肖却没有选择透明 只是说大家都会死在这里 但不管怎样 现在的他们都只能团结在一起 共同对抗外面的白袍人和 随时可能出现的怪物 在阿伟的劝说下 老肖这才冷静下来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受到刺激的孕妇即将领团 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危险 三人决定去警车里拿武器 可他们前脚刚走 孕妇就出现了难产 见阿伟等人迟迟不回 阿珍只好独自去药房拿药 殊不知危险正在悄然逼紧 那个死去的医生 竟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与此同时 在外面拿武器的三人 也受到了白袍人的袭击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在干掉一名白袍人后 他们都安全地返回了医院 得知阿珍去药房拿药还没有回来 阿伟和老肖立刻赶了过去 经过走廊时 这才发现医生的尸体不见了 两人顿感不妙 赶紧来到药房 结果并没有发现阿珍的身影 看来他已经凶多吉少 可就在他们寻找的途中 突然听到医生的办公室打来电话 阿伟拿起电话 竟然是医生打来的 原来医生的女儿意外死亡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于是就找到了一个 能让女儿复活的方法 为此他准备了很久 现在已经接近尾声 而阿珍就是其中的关键 阿伟本想继续询问阿珍的下谋 可医生突然挂掉了电话 为了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三人立刻对卷毛进行审问 在他们的言行逼供下 卷毛终于说出自己知道的一切 原来医生就是那群白袍人的首领 他们利用活人献祭的方式 跟恶魔做交易 目的就是为了复活医生的女儿 受害者基本都是一些 被白面吸引过去的尹君子 他们的尸体就放在医院的地下室 得知一切真相后 几人立刻起身前往地下室 很快他们就发现一个诡异的房间 门上画着一个黑色的三角符号 和白袍人头上的一模一样 尽管知道前方有危险 可阿伟还是不顾老肖的阻拦 推开了房门 触目惊心的一路映入眼帘 到处都挂满了沦为寄体的尸体 更恐怖的是 因为他们的到来 这些尸体开始像丧尸一样纷纷覆 小肖急忙开枪射击 但奈何他们的数量太多 此时老肖突然看到了死去的妻子 精神恍惚地跟了过去 担心父亲遇到危险 小肖也紧随其后 卷毛想趁机偷袭阿伟 却被阿伟反手制服 最终卷毛被一只怪物拖走 阿伟见状只能选择开溜 而跟着父亲离开的小肖 却来到了一个虚拟空间 从墙上挂着的照片可以看出 这里正是他们的家 原本他们是一家四口 可妻子和刚出生的妹妹 却成为了医生的忌品 所以父子两才会一直追查这件事情 但此刻的老肖好像变了一个人 将妻子的死怪罪于小肖 怒斥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母亲 小肖知道父亲是被什么东西控制 于是赶紧掏出燃烧棒戳了过去 吃痛的老肖终于恢复理智 而两人也从虚拟的世界中回到了现实 与此同时 阿伟这边似乎听到了阿珍的声音 可当他顺着声音打开一间病房 却发现阿珍已经变成了惯物 显然他也成为了医生复活女儿的忌品 为了减轻妻子的痛苦 阿伟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当他送走妻子之后 这间病房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身后的墙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三角符号 医生的声音传进耳中 他告诉阿伟有一个比时间还要古老的神秘 可以帮助他实现复活女儿的愿望 眼下只差最后一步就能完成 话音刚落 一把匕首就刺中了阿伟的后背 没想到是那名男产的孕妇 屋里的灯光随之熄灭 两名白袍人闯进医院 将孕妇带到了地下室 而实习护士则趁机躲进了房间里 随着孕妇缓缓走向三角符号 躲在暗中的医生也随之现身 只不过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 孕妇跪在医生的面前 甘愿成为他复活女儿的载体 而医生也跪在三角符号面前 口中念着一些听不懂的咒语 打开了一届的大门 当医生把手放在孕妇的脑门时 他突然看到了可怕的画面 但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下一秒一只怪物从他的肚子里钻了出来 医生的宝贝女儿终于复活 虽然变成了怪物 但样子却没轻木朽 可还没来得及叫医生爸爸 就被赶来的老肖父子一喷子打中脑袋 被激怒的怪物立刻扑过去 将父子俩逼到了一间屋子 接着伸出触手缠住老肖 一把就拖了过去 小肖试图救人 却根本没有作用 就连喷子打中脑袋 也无法将怪物杀死 绝望之下的老肖只好拿出一瓶汽油浇在身上 准备和怪物同归于尽 小肖心领神会 含泪将点燃的燃烧棒扔了过去 但让他没想到 这只怪物竟然连虎都不怕 小肖见状只能逃跑 而在另一边 医生又开始念起了咒语 似乎想把恶魔本分召唤出来 阿伟果断扛起斧头砍上去 打断了他的召唤仪式 只可惜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 医生抓起阿伟告诉他 我给你给阿伟 画音刚落 阿伟的脑海中浮现出阿珍的画面 整个人也开始变得恍惚起来 不过他很快就恢复意识 抱着医生掉入了一截 选择跟他同归于尽 随着异界的大门关闭 整个地下室也开始不停地摇晃 这个原本不属于现实的空间 也正在慢慢消失 小肖拼命地逃跑 终于在关闭的最后一刻逃了出来 紧随而来的怪物则被直接压成了肉 此刻的医院里异常地安静 那些白袍人似乎也跟着消失了 在一个房间里 小肖找到了躲起来的实习护士 两人相拥而弃 这一切总算结束了 而在虚空的一节 阿伟也如愿跟阿珍再次相聚 阿伯